哈嘍 大家好 我是洪月 那今天呢 是我們麥塊福利班生存的第四 五十二集 OK 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 把我們所有的成就都解到 解到 解到 非常非常後面了 目前我剩的成就也只剩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扣掉這個是四個成就要解 那我們今天呢 我覺得五十幾也不能再繼續吐下去了 所以說我們就來 召喚凋零吧 那我記得召喚凋零呢 它們會需要 打掉很多很多的凋零桶 那我目前 一顆都沒有 那凋零骷髏頭呢 一般而言就是從 凋零骷髏之上取得的 那我們只要取得三個凋零骷髏頭 就可以 召喚出 非常非常強大的凋零怪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好 不管 那 我們今天就 來看看能 拿多少顆凋零頭吧 希望應該 三顆而已嘛 哪有什麼難的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裝備有點 嘖 有點 不太好對不對 我們來修一下好了 還是說也不用修 就這樣子就夠了 我應該不會失手被打到 應該怎麼會吧 帶著沒關係啊 就站著 繼續帶著 那衣服的部分 應該OK啦 那我們就整理背包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了 OK 這樣應該差不多了 釣竿的話要帶著好了 先把東西暫時放在這個地方 那 我們現在 我發現我沒有食物耶 沒關係 我們底下就是食物 我們底下就有很多食物了 畢竟我們在這裡生活那麼久 食物什麼的早就不缺了對不對 還有一點馬鈴薯 我覺得這樣子的食物應該就夠了 吃我們的紅蘿蔔就好了 那如果 不夠 不夠再回來拿就好了對不對 OK 那我們就準備我們的動連給各位看一下 我目前這把就是我目前最強的劍了 動連 它有不死克星物 用來專門對付凋零 這個就是我以前常常說的 我很喜歡不死克星的原因 因為它基本上萬用啦 然後 然後 我有經驗修補 所以說也不用怕它砍到壞掉 最重要的是呢 它有掠奪 掠奪三 這一把劍 掌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去 掠殺雕零啦 那上一集呢 也有說過 我們家附近就是一個地獄堡壘的 而且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那個十字路口 那 基本上那些地方好像都沒有用火把插量了對不對 應該是不容易出怪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把火把打掉一點 然後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打到一些頭啦 盡量啦 然後啊好像很多人都有上一集就要完結了是不是 還有人私訊跟我說 你沒有要拍的嗎 沒有啦 是 我只是 我只是為了那個因應一下 最後一個成就 結束了而已 所以說我標題在哪結束了 各位不要誤會 那如果有騙到你的話呢 那我就成功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地獄堡壘 把這些火把全部都給打掉 防止呢 欸 它就是不會升官 上面這些火把全部給它打掉 不要有一點亮度 OK 那我們雖然這樣感覺很暗 不過我們也只能夠 一步一步慢慢找 找凋零在哪 這裡有隻弓箭手 給我出凋零 不要給我弓箭手 走開 給我弓箭手沒有用 喔 有火球 然後是沒有兩隻凋零 我看到凋零了 就在這裡 那烈焰屍者比較麻煩 我們就算了算了算了 凋零過來了 先殺凋零 有嗎 有有有 馬上就有一顆頭了 看到我們很幸運喔 打第一隻就掉頭了 略多 煤炭 凋零了 有嗎有嗎 沒有 又是煤炭 OK看來我們現在目前 馬上就有一顆頭了 很快啊 等等等等等等 各位知道嗎 其實凋零頭的掉落率 其實沒有到非常低 嚴格說起來還挺高的 2-3% 比你在打怪掉的那些稀有裝備還要多 那為什麼會那麼難拿凋零頭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出怪實在是太少了 凋零的出怪效率真的非常非常低 跟豬人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有點低到不可思議啊 然後偏偏又 凋零又只會出生在那個 地獄堡壘 所以說這張 凋零出生的機率大大降低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怪會吃掉他那個 各位知道嗎 其實 一個區域的怪物生成數量是有上限的 所以說你只要旁邊有其他怪物 太多 他就會 讓其他怪不會生成 懂嗎 所以說我們在打凋零的時候 也不能夠 放這些怪亂生 這些怪也要試試當地清一下才行 喔喔有了有了 嚇到我了 又是頭 又是煤炭 而且其實凋零很難發現 各位知道嗎 因為凋零他是黑色的 那地獄堡壘又很暗 所以說常常就是不知道他來了 然後就被多砍一套就凋零 然後凋零又很危險 凋零會讓你持續扣險 沒有牛奶的話 其實很容易死 不過因為我現在全身裝備真的是很強 所以說被凋零到應該也不會怎麼樣才會 呃我想 烈焰獅的聖怪壘挖爆好了 應該也不會再需要用到烈焰獅的聖怪壘 而且我們不只這個地獄堡壘 其他地獄堡壘也是有的 然後這附近的那個聖怪壘我就全部把它打掉好了 留在這邊也是這樣空間而已 欸等一下凋零凋零我什麼時候凋零了 我什麼時候凋零了 我什麼時候凋零了你看有沒有 完全沒有發現凋零來了 他就馬上把我砍成凋零 可惡 唉呦好多 這怎麼一次出四隻 哼哼 哼又有頭又有頭了 又有頭又有頭了 其實還行吧我們已經兩顆了欸 有沒有我就說嘛 主要還是有掠奪劍啊 掠奪讓那個凋零頭幾率大增 我聽到凋零聲音了就是你 把你的頭交出來 交出來 又是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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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有有找到在在在在 又有一隻又有一隻了 會 藥素在吧 我給我一把劍 好啦 這樣你給我一把劍 那我就 我就 這樣子好啦 這樣子你會出來嗎 我很謙虛喔 有沒有要上 有沒有要一起上 有嗎 妖靈 你喜歡星報嗎 說到星報 我覺得電影其實蠻好看的 各位如果 有閒錢的可以去看一下 兩百多塊而已 便宜 所以我又看沒有人 那就請你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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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這樣就可以 輕鬆又清掉一隻怪 太棒了 左看 右看 上來這裡 看 上來這裡 看 啊有兩隻那個 三隻 你躲在這裡做什麼 開Party嗎 不屬於我的Party 這些機會 都不是屬於我的 機會是自己創造的 凋零你在哪 凋零 又有一隻 又有一隻了 可是有人打在前面 頭 不是 又不是了 喔喔喔喔 喔 算了算了算了 這些傢伙都霸凌我啊 霸凌 嚇到我想說是別的玩家 在偷射我 我想說我怎麼知道開伺服器了 我整天穿金裝啊 我的天啊 你可怕了吧 真的嚇到我耶 這是我玩Minecraft 嚇到最大跳的一次耶 我以為是別的玩家 我的天啊 我的頭盔已經 快撐不住了 希望在 頭盔消失之前 可以讓我 拿到三顆頭 等等那是嗎 又有有有 又有兩隻又有兩隻了 黑 漆黑的身影 來 上 上 沒有 一定是我沒有喊招式名稱的關係 哈 奪命吉 有嗎 沒有 還是沒有 我的頭盔 不行不行這個再 這個再 帶他需要爆掉了 不行不行 再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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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霸凌 馬的 趕快吃趕快吃 來 讓我來會會你 我卡 我卡 不要不要 不要讓我死 對不起 對不起 的 對不起 來 這裡 這裡 有東西 這裡 這裡 有東西 嚇到我 不要這樣嚇我好嗎 雖然我看到你我很開心 可是你也不要這樣嚇我 絕命重擊 沒有 沒有 看來我們只能死出那一招了 來吧 行爆 起流斬 哈哈 還是沒有 還是兩顆 雕靈你在哪 怎麼都是出弓箭手 為什麼現在全 為什麼現在全都是給我出弓箭手 我不是雕靈啊奇怪 有了有了 直接來找上門 有了 最後一顆頭 太棒了 太棒了最後一顆頭 我們可以回去了 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 好那我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在地獄待了多久 我們拿到了 一組又四十個的骨頭 一組又兩根的立面棒 四十四個煤炭 還有五把劍 一根金裝 胡蘿蔔也吃了不少 應該快一組吧 不斷的打 不斷的打 吃了一組的胡蘿蔔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咯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用了好好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咯 掰掰 掰掰